PV商店所販售的HG審判女神的宿主開箱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就是賴賞已經宿主的樣子 那這一次為各位介紹宿主的方式比較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這個審判女神 賴賞的是幾乎都把它裝起來的樣子 原因就是在於它的後面的GN粒子輸送袋 如果你要把它組起來的話 它是必須四肢跟身體全部都組裝在一起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粒子輸送袋 肩膀這裡跟腰部是結合在一起的 然後再來另外它的裙甲跟腿部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如果要把所有零件都裝上去的話 你就必須把四肢跟身體全部都裝在一起 這樣子才會是完整的宿主起來的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一樣的來看到就是頭部的宿主 頭部的話呢各位其實可以看到說呢它的分色算分的不錯 像是紅色跟藍色這邊都有分出來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呢 它頭上的天線這邊呢各位可以試著是用自己補色的方式 或是用補色貼紙來完成它 好這個呢就是頭部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手部 手部的話呢它的肩膀呢當然可以有蠻大幅度的變動 蠻大幅度的可動性 再來呢就是這樣子可以這樣延伸 不過呢它在平舉起來的話呢會被這邊呢給干涉到 好所以呢各位呢如果要調角度的話呢可以像這樣子的方式啊 這樣子的方式或是呢直接舉起來像這樣子 角度的話呢可能呢就必須要調整一下 那再來呢就是它的手腕這裡呢有像這樣子的設計 好 有兩段式的可動呢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呢就是這一次的手部 好 那腰部的話呢就是球狀關節 好再來的話呢就是腰部 腰部的話呢這裡的裙甲呢賴嗓的一樣呢把它切成兩片 所以呢切成兩片之後呢它的就可以個別呢做可動性 好 這個呢就是腰部 那後面的話呢就是 GN乳的位置 好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這裡 好 腿部呢 它的可動性呢最高呢就是像這樣子 那各位呢其實可以不用擔心說它的這個GN乳出送帶呢 會不會影響可動性 其實是不會的 你只要呢在把玩的時候呢記得呢把它的栗子輸送帶呢 稍微的調整一下其實呢就可以了 好 那它的可動性呢其實蠻好的可以像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就是它的腳踝這裡呢有兩段 腳踝這邊呢也有兩段 好 所以其實可動的地方相當多但是呢這邊還是建議各位呢如果要把玩的話呢還是上支架呢可以把玩的方式呢會比較多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這一次呢 Less呢會試著呢 呃一樣呢會有墨線然後甚至呢稍微的補色 以及呢Less呢會用水貼的方式呢完成這一個審判女神 那再來呢要另外跟各位做介紹的呢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審判女神呢它其實呢也有核心戰機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好 那核心戰機呢基本上呢它是不可動的 好 但是呢它有一些零件呢是必須拆卸下來呢跟審判女神呢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呢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是它的核心戰機 好這樣子呢是它的核心戰機 那它的駕駛艙這邊呢就可以要拿起來 以及呢後面的後 核心戰機的後半段呢也要拿起來 那這邊呢就是多餘的零件 不過呢這個多餘的零件呢可以放著之後呢如果各位呢想要變核心戰機的話呢它還是必須的 那再來呢就把後面的 機翼呢收起來 然後呢往上呢調整大概90度 像這樣子 接著呢就可以呢跟後面呢來做結合 好 就像這樣子 然後這裡呢再收起來 這個呢後面的樣子 再來呢就是它的前面 前面呢就可以就是這樣裝起來 好 這樣子的話呢就是完整的審判女神了 好 這就是完整的審判女神啦 那接下來呢就是它還有附這兩種展開的手給各位 好這兩種展開的手 像這樣子 好 然後呢以及呢就是光束軍刀的效果套件 好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呢來賞呢 將審判女神的宿主之後的樣子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開始進行入墨線 然後呢補色以及呢水貼 那完成之後呢我們一樣呢會拍成完整的開箱的給各位看 那我們今天呢審判女神的宿主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喜歡美樓GH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的訂閱 並且呢打開小鈴鐺 想要第一手得到一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呢 Line閃GameHouse的Facebook按讚 那我們今天的宿主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各位樓GH的朋友們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